下这段经文好不好 耶稣安 请 我们今天要进入到第二节跟第三节 你们凡是谦虚温柔忍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 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 所赐何而为一的心 我们来看一下保罗 我们看一下保罗 在什么样的情境当中 写下这卷书 他在被囚的监牢里面对吗 我们知道有除了以佛所书之外 还有哥罗西书 还有另外的极卷书 是在保罗在他第一次被囚的时候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翻十五行传的二十八章 后面那几章保罗被囚的时候 他第一次被囚禁在罗马的时候 保罗他写了这封书卷 写了以佛所书 所以这是在保罗他侍奉 已经侍奉了很长一段时间 他已经侍奉接近成熟的时候 保罗写了以佛所书 如果你去看加拉太书的话 你会发现保罗的写作风格 跟以佛所书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开始要有一个想象 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要有一个想象力 我们要回想那个保罗 想象我们就是保罗 想象保罗他侍奉了一段时间 他去过以佛所教会 他去过加拉太教会 他去过了哥罗西的教会 他去过了许多的教会 如今他现在被囚在监狱里面 如今他被囚在监狱里面 他要来释放一个信息 给以佛所的教会的会友 知道 当保罗他在回顾 他在回顾教会 他的教会的种种的经验 他宣教的种种的经验的时候 保罗他有一些 他很重要的心得 有一些很重要的心得 他要来提供给我们 就是作为教会 基督的肢体 我们是一群人 对吗 有没有看过教会 只有一个人的 没有对不对 至少也有圣父圣子圣灵 好 我们教会绝对不是 只有一个人的 所以当我们 是在一个群体里面的时候 我们发现 我们在群体当中 我们就会开始有摩擦 开始有磨合 开始有各样的问题发生 其实不只是群体 如果说大家 进入到婚姻或是情感中 就会发现 就算是只有两个人 只要关系够紧密 就会怎么样 就会开始有吵架 你曾经跟你的配偶 或是你的情侣吵架 可不可以举手一下 OK好 非常好 所以几乎大家都有这样子的经验 会发现一件事情是 只要有两个人 你们不要只是客套的关系 你们不要只是什么 只是一个很一般 很虚假的关系 如果我们真实要走进 我们彼此的生命当中 并且 并且我们要一起来做一件事情 我们要一起来建立基督的身体 我们要一起来完成 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 我们要一起进入到神 给我们的荣耀的呼召当中 大家说一起 我们是要一起 我们再说一次一起 我们要一起的时候呢 就会有各种摩擦 各种各种问题 各种冲突产生 所以上个礼拜 帕斯布鲁斯牧师在讲道的时候 他提到以弗所书前三章是应许 后面四章五章六章是实际的运用 所以当保罗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 他在监狱里面 他在思考 他在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时候 他告诉我们说 如果我们要进入到应许当中的时候 我们既然蒙招我们的行事为人就应当以蒙招的恩相称 而我们接下来要怎么样相处呢 我们要凡事谦虚 温柔 忍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 用和平彼此联络 并且竭力 竭力一起说竭力 很用力的感觉 竭力 竭力 保守圣灵所赐何而为一的心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读到一些圣经的经文的时候 发现有刺 就是 哇 这个东西你很想跳过 圣经是神的话语 我们都当遵守 读到这些东西之后发现 这些东西好像跟我 跟我的人的本身 本性 本相 我的个性习惯 完全不搭嘎的 有没有这样子有经验 你可不可以举手一下 很不想遵守的 哦 拜托 不要饶恕他 可以不要饶恕他吗 对不对 会有这样子吗 或是 什么 爱心 这感觉起来 这个字就是跟我不太像 对 对 我都是破碎别人的 我是没有爱心的 或是温柔 温柔你可以找思琪啊 找我 我就是很硬啊 对不对 有没有这样子 可是圣经上面 他没有说 我们 只有某个人有温柔 我们 我们没有温柔的人 我们就不操练温柔 我们就可以很 很tough 我们呢 不会说说 圣经上面给有些人 有谦虚的恩赐 有谦虚的这个 怎么拼得 但是我没有 我就是一个骄傲的人 圣经上面没有这样子 圣经告诉我们 要来操练这些东西 我们要来操练谦虚 操练温柔 操练忍耐 操信用爱心互相宽容 用和平彼此联络 我发现呢 当我在准备这个主题的时候呢 我觉得我很有资格 来讲这篇讲道 为什么 因为我在过去 信主的过程当中 这些我都没有具备 所以如今呢 我能够存活在这个地方呢 成为大家的牧师呢 一来呢 谢谢大家的宽容体谅 包容 但另外一方面呢 我觉得呢 我觉得我好像在信仰的过程当中呢 发现了一些know how 跟大家分享 我们来读这段经文 一二三 请 当我们提到谦虚的时候 当我们提到谦虚的时候呢 首先 我觉得有两个东西 想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是 我们什么时候呢 会不谦虚 常常不是我们怎么样 比如说今天 这个贝偶 贝偶很会弹钢琴 我在他面前 我是个音痴 我遇到贝偶的时候 钢琴这个专业的时候 我怎么样 我就容易谦虚 对不对 骏威 生物学家 对不对 营养学家 所以当提到那个细胞 什么什么什么时候 我们怎么样 谦虚 这个不玩博士生 对不对 可是什么时候不谦虚 在自己的领域的时候 不谦虚 对不对 对不对 讲到这个 对不对 讲到这个 这位消化系统 对不对 讲到酵素的时候 这个也跟我这个化学领域 有相关性的 就开始 对 这个 对对对 这些这些 开始什么 开始进入到一个什么 开始进入到一个 一个增进里面 进入到一个比较里面 有时候 反而是什么 反而是我们彼此功能相同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 我们不谦虚 我们无法谦虚 因为 因为常常怎么样 常常我们觉得 我们自己的那一个能力 是我们自己的核心价值 核心身份 有没有发现这件事情 我们常常在我们的 不谦虚里面 在我们的增进里面 常常是伴随着 我们没有安全感 常常是伴随着 我们心中没有安全感 在我们的不谦虚当中 有时候是什么 有时候我们觉得 我们都懂了 我们都知道了 我发现呢 就是跟学术人员呢 均位不算 但是呢 刚刚许多的学术人员呢 就是在研究所的时候 发现教授 有两种 其实教授有三种 有一种教授呢 真的是超级不谦虚的 对 发了很多paper 不管他没有发paper 但是呢 就是不太谦虚 有些教授呢 他表面很谦虚 可是你知道他心里面 怎么样 是很硬的 但是我发现呢 有些教授呢 他的心啊 就真的像小孩子一样 回转向小孩 他很能够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 哇 这个学术的领域 这个学术的范畴 是非常广 非常深的 我在他们身上 学到一个东西是 哦 这叫做infinity 当我们知道有一个 infinity的存在 有一个无穷的存在 有一个更高的存在的时候 我们的心 比较容易 会能够 不谦虚 能够谦虚下来 我觉得 在我过去的人生当中 为什么我会不谦虚 因为我觉得我很多东西 我都能够克服 我很多东西都能够达成 我能够做 很好的专案 我能够做很多的事情 当我能够这样子的时候呢 我把我的目光 放在我自己的能力上面 可是直到有一天 包括我在信主之后 信主可以带小组嘛 对不对 可以讲道嘛 对不对 甚至我还可以当moco啊 对不对 甚至讲道的时候 popoint 发生问题的时候 还可以马上诺出popoint啊 当然多亏 子萱存在 对不对 很多很多很多东西 我们就觉得我很有能力 然后呢 在侍奉当中 也会这个样子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 遇到一个全能的神 有一次当我在成岛的时候 有一次当我在成岛的时候 早上五点六点多 在教会里面祷告的时候 我就跪在教会的讲台前面 祷告的时候 突然间 突然间 那个全能的神向我醒现 在灵里面向我醒现 然后我看到的时候呢 我跪在这个地方祷告的时候 就 我们人需要 需要被那个全能的主触碰 为什么 因为当我们被那个全能的主触碰的时候 任何一个被神 触碰当下的人 他会怎么样 他会 主耶稣 上帝原来你是这样子的神 上帝原来你是 你是这样子的 当我们被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造物主 创造我们的神 掌管宇宙万有的神 他显现在我们面前 我们有这样子的经历的时候 有这样子的经历的时候 我们比较能够情绪 因为我们看到了那一个 我们有限的我们 去看到了无限的神 有限的我们 看到无限的神 而当有限的我们 开始顺服神的时候 开始顺服神 进入到神 对于 他的心意当中的时候 我们开始 让我们自己 一个有限的我们 进入到神的心意当中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是 我们每一个人就像一小块拼图一样 或是我们每个人就像一个 小块的齿轮一样 我们被一个神的大蓝图 涵盖在当中 我们被一个 我们好像一个小齿轮神 在转动一个机械 而我们就在那个当中 前几天呢 我们跟炳南哥呢 在聊天的时候呢 就跟炳南哥 炳南哥过去是做神意的 就说我们呢 我们相信耶稣 我们做绝制祷告 就是我们从怎么 我们假设我们是一家公司 我们从董事长的位置里面呢 走下来 然后去当总经理 对于炳南哥就讲说 其实可能不是总经理 可能是分公司的 分公司的 分公司的经理 对 好像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样子 我们在一间教会里面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看到 我们教会里面 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 哥林多前书这边讲说 生子是一个 却有许多肢体 肢体虽多 却人是一个肢体 生子 基督也是这样 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不同的属性 对吗 不同的特质 不同的功能 不同的擅长 比如说呢 像 像 他就很会弹琴 然后呢 像这个雨林呢 他很会唱歌 然后呢 那样中 很厉害的音控同工 很会打篮球 然后呢 王炳很会去传福音 我们当中有很多人会做菜 我们当中会有些人 他有教导的恩赐 我们当中有些人会关心人 我们当中有些人 他更能够领受从神 而来先知性的启示 我们被神放在一间教会里面 就像身体连于 我们的肢体连于身体一样 我们就好像我们是 主耶稣基督的手 我们是脚 我们是眼睛 常常说我们要认识神 我们认识耶稣 我们认识耶稣 我们为什么没办法 只靠着我们自己 就是跟上帝建立连结呢 我们说教会 基督是教会的 元首 可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如果你认识一个人 你会认识他的全身 你会认识他全体的面貌 我们没有办法 不参与在教会里面 却完全认识基督 因为我们就是基督的一部分 我们是基督在地上的身体 我们正在执行 我们正在进行 基督在我们当中 在这个世界上面要做的事情 所以如果说我们开始有个 全局观的时候 我们会怎么看 从我们的个人到教会的整体 我们怎么看 我们要来祷告 然后我们问神说神 你为什么你带领我到这个教会来 神为什么你带领我到这个教会来 有什么功能 神你为什么带领他到这个教会来 有什么功能 神你为什么带领这个人 他有什么样心意 让我们之间是联合在一起的 如果我们开始进入到教会以外的 更大格局的侍奉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 有时候当我在祷告的时候 神让我看到一个画面 就是当我们开始 如果你在教会一阵子 然后开始释奉一阵子的时候 就开始会讨论教会应该长成什么样子 然后有各种不同的教会 然后开始思索这些问题的时候 神让我看到一个画面 神让我看到一个很丰富的森林 里面有大树 参天的大树 里面有小草 里面有小花 有各样的植物 有各样的植物 神就跟我讲说 你知道吗 一个自然的生态系 就像现在教会的样貌一样 不同的教会 他承载着神给他的 无特的意象跟使命 要一起来完成这个大使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当我们开始成为一个 侍奉者的时候 当我们进入到神的计划 跟方向跟命定当中的时候 我们开始知道 我们开始知道 我们是计划了一部分 当我们是计划了一部分的时候 我们开始知道 对方也是神计划的一部分 而我们更能够彼此的谦虚 我们更能够彼此的 去听到彼此的声音 这边他说 我们不拘是犹太人 是希腊人 或文明的或自主的 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 成了一个身体 隐于一位圣灵 身体圆不是一个肢体 乃是许多肢体 所以我开始发现 我开始发现 发现原来 原来这个人跟我很不一样 这个人跟我很不一样的时候 常常 常常 我们会因着别人的不一样 而被冒犯 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到 看到原来 像雨林 我跟他认识很久 刚开始的时候 我就觉得 很不能适应跟他的相处 对 可以说吗 雨林可能也很不能适应 跟我之间的相处 因为怎么样 因为我们俩真的太不一样 我很精准 然后呢 我很要求 然后呢 我很务实 很实际 然后呢 如果你学过HBDI的话 我就是A脑的 可是雨林呢 雨林是CD脑的 所以就发现 我们非常不一样 可是发现一件事 就是 就是我常常会很羡慕 这个敬拜者 能够 能够在台上 如此的热情 奔放来展现出 他对神的渴慕 然后我也开始发现一件事情 当我开始 Appreciate 我开始欣赏 雨林 她的那一份温柔 她的那一份谦和 她的那一份 在她心中的 那一个部分的时候呢 我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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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发现 我生命当中 原本缺乏的部分 也慢慢地 从雨那边学习 从肉依这边学习 我最常学习的 就是思琪 我刚开始 好 这个部分 等一下 这情感关系之后再讲 好 我们进入到 下一张PowerPoint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前面这段经文 对不起 可以 有办法让我自己操控吗 回到最前面那一张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要怎么样子 能够温柔 我们回到 刚刚的PowerPoint 我们回到 刚刚的PowerPoint 我们要 如果我们要怎么样温柔呢 我们要来向我们的神学习 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 123请 所以我们发现 我们的神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爱的神 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 我们的神 祂是一个爱着的神 祂是守约施慈爱的神 当我们更多的 能够来向祂 向祂靠近的时候 当我们更多的敬拜祂 当我们更多来 研读祂的话语 当我们更多 更多的与祂相处的时候 我们会越来越像祂 我们要来认识这个神 这个爱着我们的神 这个 这个祂 与我们之间守约的神 当我们在关系当中 我们经历到守约的时候 我们知道守约是什么意思 当我们在关系当中 我们知道 我们经历过慈爱的时候 我们经历到一件事情 是原来 这个就是慈爱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忍耐 他这边说 在彼得前书这边 他说 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 因为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 我们当我们 我们要怎么样子 能够用爱心互相宽容呢 我们要怎么样能够用爱心 互相来宽容我们彼此呢 我发现一件事情 我发现一件事情是 当我们自己知道 自己是需要被拯救的 当我们知道 我们自己是需要被救赎的 当我们知道 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的时候 我们更能够用爱心 能够彼此互相宽容 我们更能够用爱心 来彼此互相宽容 我想讲一个 我自己的个人的故事 可能有些人 在我们当中可能有听过 我在过去的时候呢 我曾经是一个愤亲 就是参加学论会会 参加救学论会 然后呢 后来呢 信主之后呢 发现自己有病 大家怎么笑这么开心 终于牧师成自己有病 怎么笑这么开心 好 可是有病呢 有病就发现一件事 就是 怎么这些人就常常容易惹我生气 然后呢 我要饶恕啊 可是呢 我就是很难饶恕他 在我们当中 在关系当中 你觉得 你很难饶恕某人 你可不可以举手一下 目前 I'm going的 很难饶恕某人的 可以吗 好 好 凤卓民 大家来释放这个 饶恕的 用爱心互相宽容的 这样子的一个恩赐恩膏 在我们当中 我有一天 我走在十大路上 和平动路十大路上的时候 发现自己有病嘛 发现自己有病就开始 在 在 在思想要怎么样 怎么样治自己啊 然后我就 走在十大路上的时候呢 就是 以下手已经毕业 然后就回想起很多在十大的往事啊 那些冲撞 那些冲突啊 那些跟老师之间的纷争啊 校会里面的场景啊 下掌的嘴脸啊 然后那个老师们的这些 这些 那 其实校长对我不错啦 但是就是 就是这些各种事情 发生在那边 就是回想这些事情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 突然间神对我说 他说孩子你知道吗 在 那个时候 你受伤了 但是你也伤害别人 然后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是 我过去 当我觉得我自己 不能饶恕的时候 我好像在一个 比他更高的位置上面 我在一个比那个 被饶恕的人的位置 更高的位置上面 我好像觉得我是公义的 我能够去审判人 但是当我呢 把我自己呢 当我知道我自己是个罪人的时候 当我知道我自己 我也是一个 能够会伤害人的时候 我开始 发现一件事 开始发现一件事 是我能够开始饶恕人 因为我从那个审判的 好像那个完美的审判台上面 走下来 走到一个位置上面是 主啊 其实我也需要怜悯 主啊 我也需要从你来的救赎 主啊 我需要你 然后当我发现 我在一个需要恩典的位置上 大家知道一件事情吗 如果我们领受恩典 如果我们领受恩典 我们就更能够给别人恩典 我们在谈论救恩的时候 我们明年会把 一对一 新版的一对一呢 透过主日呢 每个单元讲过一次 但是 当我们在谈到救恩的时候 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 你要怎么样领受救恩 第一个是你要知道 你需要被拯救 第二个是 你知道有一个人能够来拯救你 这个人是耶稣基督 所以领受救恩的第一个关键是 我们要知道 我们自己是需要被拯救的 当我们站在一个需要恩典的位置上面的时候 我们更能够去给别人恩典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自己也是需要恩典的 我们自己也是需要被饶恕的 所以在主导文上面说 耶稣叫我们要 饶恕别人的罪 就如同 就如同神祂饶恕我们一样 对吗 所以我们发现 我们要如何能够真实的 用爱心彼此互相宽容呢 我们要如何能够彼此切实相爱呢 当有人犯错的时候呢 我们能够用我们的爱心 这个遮掩不是说去掩盖它 去让这个罪 让这个罪好像就是被看不见 或是好像就是忽视它 或是好像包庇它 这边他讲到的 用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 是好像把这个罪的影响力 把这个罪的结果 把这个罪所会产生的影响呢 能够遮盖了 能够遮盖了 所以我们要来进入到 一个恩典的位置里面 我们要来明白 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的时候呢 我们更能够用爱心彼此互相宽容 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看一下 如何我们要能够用 和平彼此联络 我们想念中生经文 我们心中 我们发现呢 我们中间呢 我们有时候会跟人有冲突 可是大多数学的时候 我们都能够正常相处 对 我们没有一个人 从进入到主日的现场 就开始大吼大叫了嘛 没有嘛对不对 看起来大家都很正常的样子 可是有时候就会突然间插出火花 对吗 然后当我们插出火花的时候 我们发现一件事 我们发现一件事 就是为什么会插出火花呢 因为我们常常会踩到彼此的 踩到彼此的地雷 踩到彼此的点 对吗 然后当我们踩到对方的那一个伤口的时候 对方的那个破口的时候 对方的那个痛点的时候 就会怎么样 就会跳起来 我们就会跳起来 因为我们踩到对方的痛点 我们触碰到对方的伤口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子 能够让我们自己 更能够用和平彼此联络呢 我们要来开始进入到主耶稣基督 要来给我们的医治当中 我们要开始能够来学习着 能够来恢复我们自己 而当我们在进入到这个恢复的过程当中 首先我们要开始有一个自我的觉察能力 我们要开始能够对我们自己的情绪是敏感的 我们要开始能够来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当我们跟人有冲突的时候 我们要开始有一个认知 我们能够认知到一件事情是 或许对方能够对我不礼貌 或许对方可以冲撞我 或许对方呢 会做一些事情让我伤心 或许对方会做一些事情让我难过 但是我有一个选择 我有一个选择是 我当我被主耶稣基督恢复之后 我有一个选择是能够用以往不一样的方式来应对的 我过去的自我形象很差 过去的自我形象很差 自我形象很差的人很怕一件事情是什么 很怕丢脸 什么样的情况会让自我形象差的人觉得丢脸 就是你跟他指出你做的地方不好的地方 或是错的地方 甚至你给他建议想要让他改进的时候 自我形象不好的人就会怎么样 就会觉得 就会怎么样 burned out吗 自我形象不好的人呢 会觉得 你就说我你知道吗 我本来就怎么样 我本来在这边就是这个主持这个什么就是 庆生的时候呢 我本来就不会唱歌 就唱的五音不全 然后呢 我这边唱主你生日快乐 然后又登上座椅的节拍 结果呢 下来之后 俊慧就提醒我 曹璇哥 我跟你讲 刚刚你这个节拍就是不对 对 对 心里面说对不对 然后这时候如果自我形象不好就觉得 真是的 就是你看我在这边就丢脸 我就不要上台 上帝你有什么呼召我当牧师 对不对 我就在台下里面坐在台下就可以了 对不对 就是开始有很多 很多 很多的小剧场 很多的内心戏在我的里面 或是 俊慧怎么这样说 对不对 不然你还带好了 对不对 就会这样子 对不对 就开始有这些反应啊 所以呢 所以我开始当我觉得自己有病的时候 大家知道 觉得自己有病 是一个 有病适感是一个得意志的开始 所以俊慧我通常都会怎么说 我都会说 我很健康 对 我很健康 其实我发现一件事 就是大家知道有一本书叫原子习惯吗 知道我可不可以举手一下 有看过的 有看过有没有举手一下 如果大家想要习惯改变的话呢 可以去看那本书 我觉得原子习惯里面有 有些他做科学研究啊 有些内容啊 我觉得蛮属灵的 其中有一个就是 当我们要改变我们自己的习惯的时候 比如说今天我要来改变 我要改变我自己习惯 我要开始能够呢 没有恐惧的在台上呢 能够带大家唱声 你知道我其实这个环节 真的是造成我心里很大的压力 对就是 平常当vocal的时候 以前建拜团当vocal的时候 反正主顶跟着唱嘛 他唱完第一个字 我再继续跟着唱 这节拍基本上不会太有问题 可是要我自己起音的时候呢 肉依啊 你不可以帮我先唱吗 好 会有这样子的心情啊 对 就是 可是当我要改变的时候 当我要改变我们自己一个缺点的时候 我们开始进入到恢复的过程当中 原子习惯这本书 它里面写到一个事情 非常属灵的 我们不是在一个 我们还没有被医治的 觉得我们自己不行 我就是不会唱歌 我就是不会唱歌 所以我现在要唱歌 然后呢 我现在要带大家唱生日快乐歌 然后呢 我要唱的都不走音 然后结果会怎么样 我就会走音 因为我好像站在一个 我没办法达到的位置上面 然后开始呢 想要来努力完成一件事情 原子习惯这本书 它里面提到一个 一个是非常熟灵 它说什么 我们要宣告我们是可以的 我们要宣告我们已经在一个 得意志的角色当中 我们要宣告我们是 可以做这件事情的 然后我们来做这件事情 我们要在我们的心思意念 在我们的意念的层面 就开始要有改变 就开始要有改变 所以当我们在面对 当我过去在面对 面对别人的建议 面对别人的指责的时候 各种各种各种 克诉的时候呢 就发现一件事 就是我自己的心中啊 就我开始 我开始有情绪 就可能表面还是微笑 嗯 俊威 你说的没错 对不对 嗯 可是呢 我后来开始发现 我要开始做个宣告 就是我很健康 我是一个健康的人 所以当有人觉得 我做得不好的时候 然后我真的做不好的时候 我只是一件事情 没有做好而已 这不代表 我是一个很糟糕的人 我只是一件事情 没有做好而已 我不是一个很糟糕的人 而当我开始 得意志的时候呢 我也开始可以用 这样子的眼光去看人 就是这个人 他有一件事情 没有做好 但是他只是这件事情 没有做好而已 只要他把这件事情 做好就好了 他不是一个很糟糕的人 当我们自己在这方面 我们得意志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做错事 然后跟对的事情 分开来的时候 跟我们自己的核心价值 分开来的时候 发现就开始不会有 羞口感在我的里面 所以我开始跟自己宣告 我是一个健康的人 那当我们在面对罪的时候 面对我们身边这种景况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面对诱惑 跟试探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在面对 诱惑跟试探的时候呢 我们会 我们会 就是 我好软弱啊 然后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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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不妨下次 当你在面对你生命当中的一些 一些景况 可能maybe在情侣上面试探 maybe是 暴饮暴食 有太多脂肪的试探 失效液的试探 你可以宣告一件事情是 我是一个健康的人 我不做这件事情 我是一个圣洁的人 我不做这件事情 我是一个天父的孩子 作为一个天父的孩子 作为神国的子民 我不做这件事情 不是 不是我 我抗拒 不是我 经不起诱惑 不是这个东西很吸引我 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 是 在我的身份里面 我不做这件事情 而我是可以胜过的 因为主持人耶稣基督 他已经给我能力 来帮助我胜过了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子 能够 用 和平彼此联络呢 我们要来恢复 我们生命当中的破口 我们要恢复 我们生命当中的伤口 当我们越来越 被主耶稣基督 恢复的时候呢 我们就越来越 开始 能够 用和平 彼此联络 最后呢 我们要来竭力保守 圣灵所赐 和为的心 我们每一个人 都在过程当中 对吗 我们每一个人 有一个人他说 我们完全得一致的那一刻 是我们在天堂的时刻 我们完全得一致的时刻 就是在天堂的时刻 可是有人就问说 如果说我们今天 我们成圣的道路 我们完全像耶稣的那一刻 是我们在天堂的时刻 那我们为什么要努力呢 他有没有想过这问题 我们已经有得救的恩典了 我们为什么还要努力 我们为什么要努力走 这个成圣的道路 我们为什么要努力的 要来磨合 要努力的来 来 来 来让我们的生命之间 彼此碰撞 我们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 打开 打开这个视频 然后聚会就好了 我们为什么要 加入在一个基督的肢体当中 我们为什么要在小组里面 为什么要一起参与一个服事 这不是很痛苦 很花时间 然后又常常会彼此伤害吗 为什么我们要今天让我们自己 要走这条成圣的道路 我们是当我们得救的时候 我们确实是得救了 我们是得救了 可是得救的位分是在天堂里面 没错 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会进天堂 但是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的事情 攸关我们的今生 不只是我们个人的今生 还有我们身边旁边的人 当我们变得越来越像耶稣的时候 当我们的教会能够更合一的时候 我们有更多的力量 能够带给这个社会属神的影响力 我们有更多的力量 能够让我们自己 能够来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 而这是不一样的 在我们人生的长长的漫长的道路当中 如果我们更多的 能够让我们自己的生命来得到恢复的话 主耶稣基督的精彩 神的同在就更能够在我们个人 跟我们周遭的生命当中 而我真的相信神 祂对于展翔教会有一个特别的使命 我真的相信神对于这个教会 祂有一个独特的命定 祂在神国的计划当中是独特的 祂在神国的心意当中是美好的 回顾这一整年来 我觉得发生很多很多很奇妙的事情 之前有一个在半年前左右吧 曾经有一对牧者呢 他问我说 邵萱啊 你觉得牧会感觉怎么样 然后呢 我说呢 牧会让我更敬畏神 那他说 那你应该继续牧会下去 我说 我终于找到我来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突破我舒适圈 被扩张 被蛛碾压 就是 挤压挤压 对对对 之前每次遇到一些年长的牧者 啊 刚开始牧会 少年富二是好的 谢谢 谢谢 会被挤压 我终于发现 我终于发现 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 可是我觉得 当我度过这一整年之后 11月份 11月份其实是个特别的月份 因为去年 我觉得两年前的 10月31号 我接到光正牧师的电话 他说 邵萱啊 我在毛孔喝茶 邵萱啊 那个 最近过得怎么样啊 最近过得不错啊 牧师你觉得呢 你呢 过得也蛮好的啊 然后哈拉几句之后 他就说 邵萱我不跟你 这个客套啦 我们要讲正经话 就是他要离开展翔 他要离开台湾啊 去美国了 他说你要不要来 接我们教会啊 对 然后我 就第一个反应是 牧师你有祷告吗 是真的 你是公认真的 对 然后呢 11月1号 我就来到展翔教会 跟光正牧师碰面 所以对于我来说 11月份 对于我跟展翔教会来说 11月份是个 很特别的月份 因为 11月份 那时候 11月1号 跟光正牧师 谈完之后 就说牧师 你给我一个月时间祷告 给我一个月时间祷告 这种 知识体大 对对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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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好好想清楚 对 下好离手 对 所以所以那时候 11月份就在祷告 在祷告问神说 神你到底要不要我在这个教会里面 所以这个很特别的月份 到11月份 我就开始回顾这两年来所发生的事情 然后当我回顾这两年来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 我发现 我发现我更敬畏神 我发现我越来越敬畏神 我发现 其实 其实 大概在某个moment里面 在某个moment里面 好像作为一个牧者的角色 可能我真正能够做的 只是为大家祷告 然后在主的面前敬拜他 因为我发现很多事情 其实我是没有办法 真正来来来处理的 比如说像之前 圣号跟玉米 这一整年的陪伴 老实说 我觉得 我有祷告 然后我有陪伴 我有做我该做的事情 但是如果没有神 真的在圣号跟玉米的生命当中 所说的话 好像 好像我没有 没有办法的 没有办法的 然后在那一天 我觉得 那可能是今年 我参加过最有神同在的一场 主日的分享 的讲道 就是当 圣号 说出他的结婚誓言 然后当大家为他爱人受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还 记不记得那时候神的同在 你记得可不可以举授一下 OK 然后 听到 这个宝贵姐在讲女儿的 癌症得医治的故事的时候 就是第一次进食祷告的姐妹 然后经历到她的亲人的癌症得到医治 当宝贵姐 po在网路上的时候 快飞坐上网路的时候 我觉得 哇 哇 这件事情呢 很奇妙 这件事情很奇妙 然后看到雨林 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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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泽伟欧阳信主 泽伟带着嘉杰信主 然后嘉杰就带着俊林信主 然后我发现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 我发现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 就是神在做奇妙的事情在我们当中 然后神他拆派不一样的人 不一样的人在我们彼此里面 我们每一个人 如果说今天如果你有个谎言是 你就是对我来 对这个教会来说 你不重要 我不重要 这绝对是一个谎言 因为其实当我在为每个人祷告的时候 我发现 我发现 那个很奇妙的事情 就是我开始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神真的把我们连结在一起 有那个计划 有那个命定 有那个安排 或许不见得是很 是forever到今生 直到永远的 我们可能会在同一教会在一起50年 但是 但是明明可能只是一个moment 但是我真的觉得 有那个奇妙的计划 是在我们当中 神对我们教会有特别的安排 而当我们合一的时候 当我们真的 把我们自己 把我们自己 摆放在一个 不是以我们个人的想法 个人的眼光 个人的观点 作为出发点 而是我们愿意 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说 主耶稣 主耶稣 我愿意从我生命当中的宝座中走下来 主耶稣 我愿意 我愿意进入到 你基督的肢体里面 当我受起的时候 我不是与你连结而已 我也同时与基督的肢体连结 主耶稣 请你向我写明 向我写明 这个常常跟我有冲突的人 主耶稣 你向我写明 这个跟我个性很不一样的人 他到底 他放在我生命当中 放在这个团队里面 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意思 或是我们跟神祷告说 主耶稣 请你告诉我 告诉我 这个教会要往哪个方向前进 告诉我 当这个教会在前进的过程当中 我需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主耶稣 你告诉我 而不是我觉得怎么样 主耶稣 请你来 向我写明 向我写明 如果我要来完成 我们生命当中 你要我完成 在这个教会 在我基督徒生涯当中的使命的时候 主主你要我做些什么 我要有哪些改变 当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这么做的时候 我相信 神的同在 他会大大彰显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我相信 我们开始能够用不一样的眼光 来看待我们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人 好不好 我们请敬拜团能够来到台前 我们一起 用诗歌回应 我们的神 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大家从座位上面站立起来 我们一起 敞开我们的心 敞开我们的双手 我们邀请神 更多的来触碰我们 谢谢大家